政府在現階段 如果我們做得好 後續的問題 其實我們是很容易一直在講 可能要稍微 當然我相信政府有在思考 但是這個思考的方向 思考的角度 思考出來的政策 可能要更符合人民的需求一點 更符合人民的需求一點 否則可能會造成怎麼樣的這個 社會成本的耗損 損失我想這個滿難估算 我覺得這個要特別特別注意 來 我們一直告訴大家說 美國其實滿危險的 當然也有些專家很樂觀 說你看牛圓最近 這個確診人數下降了 從這個高峰 高峰 高峰 現在變成一個高原 找到最高的地方可以拉平 有人這樣說 但是看疫情 我們不是看它維持在高峰 是看它降下來 降下來才是重點 而且連三陰 我們希望就是 連三降 它從變成高原 這是一個下降的起頭 我們希望 我們也幫這個美國人祈福 你看這個醫師講這個故事 這個心裡酸酸的 眼眶濕濕的 鼻子紅紅的 可是很顯然 在他們的領導人心中 這樣的故事 他覺得是個案 他覺得我們現在做得非常好 他覺得我沒有做錯事 他覺得我們可以開始恢復經濟了 他覺得疫情趨緩 來我們來看 這個川普總統 他今天開一個記者會 我們看過蔡總統開記者會 防疫記者會他也是 簡短惡藥的說明 盡量不要太長的時間 畢竟人多危險 講完大家就走了 就走了 川普開了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復仇者聯盟都看完一集半 都看完一集半 三個小時的記者會 我真是好奇那些記者 怎麼做得住 怎麼做得住 當然記者會當中有很多的重點 有很多的重點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川普總統 他播放了一支影片 那這影片播完之後 讓台下的記者都傻眼 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完 可能也會下巴掉到地板上 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部分 就是要告訴你說 川普總統做了哪些 厲害的宣誓 哪些在關鍵時刻 做了哪些決斷性的宣誓 我要如何如何如何 然後再來就是找一些媒體 來告訴你說 還好 這個新冠肺炎還好 跟劉干比不算什麼 不曉得那個記者是誰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追查一下 講這個話 然後再一個部分 就是他把明明整天 跟他吵架的古墨州長搬出來 說我們的聯邦政府做得非常好 整支廣告看完 你會覺得 好像美國現在的確診人數是個位數 好像是個位數 川普做這麼好 媒體也說好 不同黨的競爭對手 也跟你說好 川普應該做得很好 可是各位 美國的確診數是在這裡 58.8萬 死掉了23000人 然後你在看那個影片 你就覺得 我們是活在平行世界嗎 平行時空嗎 這個影片一播完之後 當場就有媒體說 對不起總總請問一下 這是你的競選連任造勢記者會嗎 剛剛這支影片是您的這個 競選連任的造勢宣傳影片嗎 川普聽了當然不舒服 就直接回向媒體 他說 我的行動拯救了數十萬人的性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再播100次 簡單來說 大家覺得 怎麼怪怪的 美國疫情不是滿慘的嗎 這個影片怎麼沒有看到 這個總統對人民的一些責任感 或者說對人民的一些歉意 對人民一些未來的承諾 這個不好意思 我沒做好 一開始我們太慢了 不過從現在開始 我扛起這個責任 你們要繼續相信我 我們一定可以度過了 沒有 沒有 他從頭到尾告訴你說 我很厲害 我讚 我很棒 我做了很棒的決定 記者問 他直接告訴你說 我的行動拯救了數十萬人的性命 不得了 所以如果今天不是川普當總統 美國的死亡人數可能快破百 快破百萬 可是死亡人數可能快破百萬 所以川普覺得這個影片 可以再播100次 川普自己所播的廣告片 全部在打自己的臉 因為 當他為什麼要說 我對於歐洲禁航了 我宣布禁航了 是因為之前已經被證明 這個病毒是從歐洲來的 所以他一定要強調說 我禁航了 但是事實上是之後的事 然後講流感 他要把他再一張說是媒體說流感 事實上是川普自己說 這也不過就是一種流感 有什麼好擔心的 他就要開始去洗白自己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覺得在川普來說的話 你要他認錯 那他真的是不要嫌疑了 所以他一定會為自己的行為辯護 那他為什麼會一直最近在強調 他很棒棒 就是因為美國的科學院在最早的時候的預判 說很有可能會死20萬人以上 他現在告訴你說 你看我現在10萬人都還沒死到 現在才死了2萬多人 那預估可能5萬人都不到 所以我已經不只是挽救了20萬人 也不只是10萬人 我只是死了5萬人 了不起 太狂了 真的太狂了 這我太棒了 好 所以我覺得談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會感覺到說 這個人 他的所有的宣傳片 都在回應科學的東西 他的思考模式跟 很特別 跟我們不一樣 很特別 因為他的選舉 他現在不能夠提供給在野黨子彈 他如果提供給在野黨子彈的話 在野黨一定會猛打 不過 董老師 這個影片是一個彈藥庫 對 本身就是一個彈藥庫 這個影片是一個彈藥庫 是的 所以你看媒體 當時的媒體記者每個人 看了以後都嫩在那裡 大家都傻一眼 三個小時以後看這個東西 所以當時就吵起來了 所以川普當時又死他 又罵人了 不過我這邊回應一下 剛剛邱署長所提出來的一個 另外一個角度的思考 剛剛憲哥也提醒我們說 我們在第一時間 就封住了大陸 美國也在第一時間撤僑撤管封大陸 美國比我們還早 第一時間就衝 我們台灣也在第一時間就封大陸 所以台灣都是個案訴 但是為什麼會突然間開始暴漲 也就是漲到300多例 這個很多就是從歐美進來 我覺得歐洲開始 歐美開始嚴重的時候 很多我們的朋友還是想回到 家人還是想回到台灣 對 但是那個時候 我們也當然要讓他們回來 但是我們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同一個標準線 同一個標準線 例如說對他們的體溫要測量 因為我們當時對於大陸回來的 就要開始測體溫了 而且要寫病歷史了 而且上機以後要寫一堆表格 我們對大陸的嚴格是這樣 我們在當時第一時間 就應該對歐美也採用同樣的態度 也就是要量體溫寫病歷史 這樣的話會使我們的機組人員 跟其他乘客的人員的安全獲得保障 但是我們沒有 我們對歐美還是沒有把它提高警示 我們也沒有禁止我們的國人到歐美去 我們也沒有對歐美來的人 我們提出更高等級的 像大陸的同樣的等級開始進行 結果飆漲到300多人了 300多人現在已經造成台灣的觀光業 剛剛邱首長一直在提醒就是說 我們除了防疫 我們還是要考慮經濟 但是由於我們對於標準不一 歐美已經爆發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把它提升 而在當時已經有 很多人在提醒我們的防疫中心 說要把歐美提升 要把歐美提升 因為不然的話真的會影響 我們一直遲遲不肯做 遲遲不肯做這時間一天一天過去 那麼人員一直一直一直來 沒有做第一時間的把關衰減 結果我們看到上升力很快 兩位數字 兩位數字 等到兩位數字增長到一個程度以後 嚇到了 才開始對歐美的 進行更嚴格的衰減 但是在這個時候 已經進來了幾百例了 進來了以後你看 觀光旅遊業損失了幾十億 也就是有多少人失業 也多少人的經濟生活陷入困境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也應該要思考 在防疫的功勞的情形下 由於對歐美的不同的標準 歐美大陸不同的標準 那是不是造成的精損 經濟上的損失 是不是在這個責任部分裡面 也有反省的空間 跟檢討的空間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是讓我們做得更好 應該要做的事 不能夠都一筆帶過 制度的設計很重要 為什麼我會談到說 制度的設計很重要 我們為什麼當時對於說 你只要是被新冠病毒感染了 我們人民的納稅錢來治療你 那是因為 第一個 我們怕隱蔽疫情 第二個 我們怕 當時因為臨時宣布 所以你已經被感染的 我們就應該要負責任 可是我們從宣布1月 一直到現在4月了 已經很長的時間了 我們所有的規則 所有的東西也都很清楚了 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你在海外得病了 你也沒有參加台灣的健保 然後你到台灣來的時候 卻要我們的人民的納稅錢 來負擔你的所有的醫療費用 這樣的情況就已經不是公正性 也不是公平性了 既然不是公正性 也不是公平性 而這樣的制度設計 會鼓勵更多的人他染病了 也不告訴你 然後他就回來了 回來了以後 或者是他是外國人就跑來了 跑來了以後 他在台灣他告訴你我生病了 我在美國要花幾百萬 甚至上千萬 我到台灣來我生病了 那你就必須要 我也沒有你們的健保 我是外國人 我是美國人 那你就要住院要看 我們的人民納稅錢要給他付 這樣子不太好吧 這種制度設計 我們已經有調整的空間了吧 也就是說我們的健保 是用在我們有參加健保的人身上 不管他是住在台灣 或是住在美國 他家有參加健保 我們都接受 因為我們目前的制度是這樣 可是沒有參加健保的 為什麼我們要人民 要來幫他付他的醫療給付 這個部分裡面 我覺得應該 要有討論的一個空間 還有他本身 如果他在搭飛機之前 已經確定知道他染病 而他上飛機沒有告訴機組人員 說他染病了 而造成整個機組人員 跟乘客的 那這些損失是航空公司自己負擔 還有這些機組人員的 生命的安全暴露於危險中 那這個責任應該是誰來付呢 這個是當然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好像我們對這位富人 但我們也同心他也體諒他 我們特別的寬鬆 這個上飛機的時候沒有說 好像也沒有追究 進國門的時候 就明顯哥說的嘛 好像說謊 也不追究 他回到家裡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也不追究 染病之後還願意幫他治療 也不追究 這個我滿好奇的 就是他的這個 可能他的一些這個背景或什麼 我是還滿好奇的 因為真的 當然我們應該幫助他 這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我覺得這個是滿厲害的 一路上都不追究 如果我擔心的是如果 未來還有其他人這樣 我們也都不追究嗎 都不追究當然第一個花錢 花錢是小 錢能解決的都不是問題 但就是會不會有更多的破口 這個是滿奇怪的 來 回到美國 你如果是在美國 你也可以回台灣 怕什麼怕死 有其中總統你看 我這個年輕的時候 只會去美國兩邊 因為我對美國 我有自己一定的看法 我是不願意去 那是這樣 我是覺得說 每個就是 現在有川普總統 你可能更不願意去 我們看了川普的那支影片 讓我們更覺得說 這就是美國民主 就是我們自由世界可愛的地方 那川普他的所作所為 當然就是美國人民 他去決定川普的去留 川普可以說是 美國版的韓國瑜 就是說他們是 雨不驚人 死不休 所以川普的去留 就像韓國瑜現在的去留一樣 韓國瑜由高雄人決定 川普由美國人來決定 至於剛才這個393 這個確診案例 他個人隱匿自己的病情 他個人說謊 跟他是住在哪個國家 他從哪個國家回來 其實無關 大家冷靜看 第一批武漢包機回來的 裡面也有一個確診的 所以我們政府不會區別說 美國回來的 歐洲回來的才照顧 中國回來的 武漢回來的就不照顧 所以我謝謝邱署長剛剛提到的 他提醒了 其實現在政府正在進行的 因為武漢解封了 所以還會有第三批 政府一定會照顧 也會接回他們 其實我們台灣我們的國籍法 我們本來就容許雙重國籍 所以我想這個393這個案例 他可能他家屬在我們台灣 有幫他納保 只是說這個保很低 這就是第七類無雇主的 就是最低的一個月 675塊錢 我覺得這真的太扯了 所以我覺得等疫情過後 我覺得這有兩個動作一定要做 第一個 我們全面檢討 健保費的繳納 也就是把長期居住在國外 不管他是美國歐洲 或者中國日本都一樣 你用這種無雇主的 你繳最低的 這非常的不公平 這個一定要修正 第二點 對這個案393 我認為應該追剿 他這一次在台灣造成的 我們這個 因為這個武漢肺炎造成 整個台灣社會醫療資源 要救助他 陳時中已經說了 大概平均我們一個確診案例 我們國家社會醫療資源 要花費大概270萬元 我認為這應該跟他追剿 都被剩下閃了 做潛力的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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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未來 未來 感谢观看